國漢園你在做什麼? 耍廢 耍廢 很棒 我很期待成為一位藝術家 這是我們很冷靜在工作的同事 不要打擾他 欸...欸...欸...對 消費者我們一般在流浪網站的時候 都是從上而下、從左而右開始流浪 那今天當消費者在某一個區塊上面 停留特別久的時候 可能就是消費者對於那個話題比較有興趣 那今天當消費者在停留那邊過久之後 就跳出了你可能就知道說 OK那我這邊應該要多增加怎麼樣內容 來去做調整 或是我應該要怎麼樣多 減少些什麼來做調整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今天我們在做搜集名單頁面的時候 很常犯一個錯誤就是 我希望可以盡可能收集到消費者資料 所以你的表格可能就是 除了姓名、Email之外 你要填住址啊 你要填性別啊 你要填生日啊這些 所以消費者看完你的產品之後 很有興趣 然後那一開始填表單的時候 它開始填 可能填到第一個的時候 它就開始耐煩 你覺得還有好多喔 還要填好多 它就可能在那一個低部drop掉 但你在harddrop上面也會看到 其實那一個是你最紅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滑出的停留在那邊最久 但你就誤以為說 這個地方可能是消費者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其實不是 可能是大家覺得最不耐煩的部分 就在那邊發生 所以你優化的方向就會開始知道說 OK今天大家覺得我表單太難填 所以你就會知道 那我今天只要留下姓名跟Email 大家確實在填性音樂上面 按鈕是加速了 然後它也更願意更快做完 我覺得 欸你不是剛剛在畫畫的那一位嗎 Doris 訪問一下 請問你剛剛學到什麼東西 Gorl thank you What? Gorl? Gorl thank you Landing page 分享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你剛剛學到的 最重要的重點 最重要的重點 老師以為 剛剛上課不認真 我問他一個重點 他都回答不出來 重點很多啊 你只能打一個 你覺得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找更多的關鍵字 用關鍵字去找 延伸關鍵字 好 分享一下 剛剛學到的一個 最重要的重點 你說什麼 Gorlp 一個 你們全部都只記得標題欸 剛剛問他還說 Gorl thank you Gorl thank you Gorl thank you 不是一個 一件事 就是他有各種 五六個步驟 哪個步驟 哪個步驟 對 那叫什麼 欸旁邊不要罵髒話好不好 這在錄影 蛤 激活之類的嗎 什麼 那個叫什麼 老師要哭了 他帽子生命的危險 在幫你們上車 我有做筆記啊 我有 他有興趣啊 他想要是 Dogspot的 Eyes 就是他想要消除 Dogspot 他說現在的眼妝 他都沒有滿Edan Edan 你剛剛學到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 呃 不要再說growth hacking 我剛好認真上課啊 他是你不記得任何一件事 沒有我已經內化 他已經內化了 內化了 老師您的感想是 他現在心中覺得很配色 好啦那不要再訪問老師受這樣的心 我的眼睛 真的覺得很難過 不要再訪問 不要再訪問 我要趁著剛剛的學員來進行訪問 請問你剛剛學到的一件事情 Growth hacker 你們全部都說Growth hacker Growth hacker 剛剛所有的學員都只說 只學了Growth hacker 可是Growth hacker不是 A-A-R-R-R 現在是幾點 9點 9點 好我們去吃飯了 掰掰 欸欸欸不好意思 欸欸欸不好意思 沒有說vlog的重點就是要有一個story 但我們今天就是完全沒有story 我覺得我的右手快要廢了 下車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整理一下頭髮 我覺得頭髮完全沒有亂掉 在路上拍這個其實是蠻尷尬的 跟路過的人都會覺得 你很像瘋子 拿著camera自言自語 唉唷 不知道的人會不會以為我是明星 哪有那麼好明星啊 欸欸 紅金寶不是明星喔 好吃這個跟麵的重點就是要加超多辣椒醬 吃一碗都可以跟人家半碗辣椒醬 就是重點 這間蒜沙每次來寧夏夜市必點的美食 寧夏美食 台灣最好吃就是夜市 為什麼你沒有表現出真的很好吃的感覺 這是你的極限了嗎 你要有2000個view 然後你才可以進階到下一個階段 買新鮮的 你知道2000有多難嗎 你只要這個影片裡面有爆點 爆點就打你了 夾爆 最快 都夾爆囉 好